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Lindsay的频道 最近有朋友就私信我,很好奇说 Lindsay能不能讲一讲华尔街里边的人英语都能说成什么样 我们平时可能也看电影或者电视剧 或者如果说大家身边有朋友在海外工作 经常感觉很洋气,说话都中英夹杂的 我明天有一个deadline要duo 跟老板早上有个morning call 有个review要看之类的 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 今天我就以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的角度来给大家扒一扒 这个华尔街对英语的要求到底有多高 到底英语得说成什么样才能见华尔街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情况 我是在国内读的本科 然后之后在纽约读了个研究生 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在纽约JP Morgan的纽约办公室工作 我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非常非常正统的中国应试教育 所以什么听力啊口语啊大家也 反正那个英语水平大家这个几斤几两应该都差不多知道的 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这也是我觉得工作之后我发现最大的一个误区 就是因为我经常会觉得我的发音是不是不是很标准 所以我就不太敢开口说话 但直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就我发现我们有一些都做得非常高层的这种MD 比如说有中国人有印度人之类的 说话还是带着口音啊 比如说idea啊idea 这个interesting啊interesting industry啊industry 发音和重音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而且在投行里面其实各国家的人都特别特别的多 比如说像我之前是在这个交易这一层 就trading floor上有很多很多法国人 包括我们曾有一些跟拉丁美洲对接 就是这个LATAM LATAM 比如说南美墨西哥这一块对接的 他们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所以这部分也是口音 当然还有我们广大的中国同胞们 其实口音已经很轻了 再比如说像中后台 或者是做IT technology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邻国印度朋友们 instruments that record, analyze, summarize, organize, debate, and explain information that are illustrative, non-illustrative, hard-bought 我们之前有back office 就是后台就在印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打电话说 我们今天有个什么transaction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 那你就说pardon me 真的是就非常焦急 最后你就会很无奈地跟他说 Yeah, could you please send me an email 然后他就跟你说 OK 就过一会儿就发个email 我们曾有很MD 还是 I need a pen and paper I need a pen and paper 就大致是 I'm very, very happy I'm very, very happy I agree, I agree I agree, I agree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任何这个嘲笑的意思 我只是就是从一个非常客观的 讲述语言的角度来说这个事 再比如说我们trading floor 还有很多法国人 法国人他们一直都觉得自己的母语是非常高大上的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屑于说英语 就比如说如果你在海外有一些法餐厅 他们会专门招那种法国人 就是说话就想带着那种法国贵族的口音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法国人他们两个法国人 他们说话其实基本上就是用法语 而且法国人的口音真的是 还挺重的 有的时候他说 I think my English is not fluent It's not fluent Not fluent 法国人说话就非常的这个短小惊悍 他和中国人一样 就是think 他会说think friant就是fluent 然后他们经常就是比如说 pion或者sion那种 我们经常在看一个资产组合的时候 要看它的风险敞口 就叫exposure 法国人经常就说 sipoyang 就说得非常的法式 最后还一提一 网上一样 I have worked for three years in human resources After school I went to India looking for a penis sitting on the beach in Goa I realized I have a penis of course 口音真的是很重 有一次有一个在伦敦办公室的法国 imd一个很很高级别的人 然后就过来给我们讲一下最近的局势 然后你就从头到尾坐在底下 我毫不夸张的时候 真的是基本上完全什么也听不懂 你就以为他是在用法语在上面讲 然后包括有一些 我们在伦敦办公室有一些这种 苏格兰的同事 那口音 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交流 你知道吗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的障碍 就是你看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 尤其是口音比较重的一点 靠北部的英国人 他们俩说话 你在边上就像个傻子一样 他俩交流得特别顺畅 包括比如说印度人两个人 你就以为他们在说印度语 但其实他们就是在用英语很正常交流 所以我想说什么 总体来讲就是想表达的是 刘莉能说明白是最重要 而且中国人的口音 在所有的人群当中 真的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非常轻了 所以我也觉得说 大家如果真的像我之前一样 对自己发音有concern 我觉得大可不必 而且真的我发现就是 当我意识到说 大家口音都那么重 无所谓 我也破罐破摔了 我就真的敢开始说 开始练了之后 因为我同时还是有很多美国人 所以还是会受到比较好的影响 所以正是当我有了这个改变之后 我才发现口语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突飞猛进的进展 虽然我们刚才说 这个各国家的口音五花八磨 千奇百怪 五光十色 但其实整体对英语流利度的要求 还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比较偏前台的工作 我们说前台呢 就是说一般是会去面对客户 来给公司 直接产生收益的这样的部门 那如果说你要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 是要用英语说的 那这个对英语的要求 就得非常非常高 因为你在外面就是公司的脸面嘛 如果说你口音太重的话 这个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当然如果说你的客户是 比如说拉美洲的人 因为他们平时交流就用西班牙语 所以这就无所谓 用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那如果说你的客户是亚洲人 那你该说哪国语就说哪国语 就没有问题 当然整个前台部门的中国人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 相对来讲 如果跟客户接触 没有那么紧密的人 这些部门呢 英语的要求相对来讲 就没有那么高 就比如说 我们广大的中国同胞 现在在华尔街占领 最大的一个呢 就是Quant Quant就是这种量化相关的职位 就需要比如说一些编程 数理知识 有开玩笑说 量化的这个官方语言 是Chinese跟Python 真的很真实 你平时看他们就 编程就是用Python 然后跟同事聊天 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所以就直接说中文 吃中餐 聊中国的综艺 就一片祥和 我们说的就是工作当中的 一些英语 最主要的就是流利 那其实如果说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华尔街 拿到这份工作之前 一定一定要经历的呢 就是这个面试官了 对吧 以我自己为例啊 我从头到尾面试 面了不下十个人 有差不多一半是美国人 然后其他的就像 有说母语是西班牙语的话 就是 Maria la Paya ya Espanol 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像一些 比如东欧的人 印度人 就五花八门的口音都有吧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在面试过程当中 最难的最难的就是听力 因为我自己要准备那些内容 当然不是说自己准备那些内容就不难 那些是我们比较可控的 是可以能提前去准备的 但是你不知道对面那个人 他说话是个什么口音 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我记得我在面试的时候 最最害怕的就是电话面试 特别特别担心 对面如果是一个印度人 我听不懂他说话 然后我一遍一遍 你说你听不懂的时候 你不敢乱说 乱说万一说话说不在点上人 因为你脑子不好 但是呢 你又不能一个劲老问人家 说 Oh pardon me Can you repeat it Can you say it again 就感觉自己好像 怎么感觉老听不懂说话 就觉得很傻 所以我觉得 其实听力这 真的真的是很难的地方 我之前就有外国朋友跟我说 感觉中国人说话 怎么有点也不看人 就感觉好像不太高兴 然后有点没有礼貌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 是最在讲礼貌的民族 从小就是被这么交大的 包括我们用中文说话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客气 但有的时候 我们在用英语说的时候 满脑子就想着 这话该怎么说 所以可能最后从嘴里吐露出来 就变成一个yes或者no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一个中餐馆 还没讲呢 就自己见乐了 我们去一个中餐馆 然后你问那个店主说 从话面里能不能不放葱 店主就可能跟你说no 其实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他就是想告诉你不行 但如果说你要领 就是更和蔼一点的 你可能就说 Oh I'm afraid not 这其实日本人挺有意思的 说到日本人 日本人的发音真的是挺难以懂的 就我之前有日本同事 在一起工作 整天就说 Elizade Elizade 我听了一个礼拜 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当然他不是跟我说话 所以也就开始就无所谓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他到底说什么 他说原来是LCH 就是LCH 就是London Clearing House 就是一个听算所 然后他就说Elizade 就完全听不懂 一个接着说礼貌这个事 我去那种日本的餐厅 他们虽然英语也就不是很好 但他们就非常想表达自己的礼貌 就不希望说因为自己英语说的不好 让人感觉自己不礼貌 所以他们呢 经常在菜单上就写得非常明确啊 比如说如果他们不接受 这菜品里面的替换 他们就会说 substitution politely decline 或者kindly decline 就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很善良地告诉你 你不能这么做 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表达方式吧 因为在英语的表达 真的有时候看他们那个句子 你就觉得 怎么都客气到这个程度了 就比如说他说 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你有空的时候 麻烦你能帮我 怎么怎么 就感觉真的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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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客气 就比如说你帮他做了一件特别特别小的事 他就说 就是特别的夸张 这会儿我有一些意大利的朋友 说话真的是 看到你 老远了两米远 真的老远把你吓一跳 我觉得其实不是语言的问题 真的就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就是 我的一点感受吧 那词汇量有没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 从小到大学英语 约等于背单词 词汇量多 很多情况下就会被认为是英语好 我在录这段视频之前 我真的去翻了一下那个GRE的词汇表 我发现其实考试的时候 那些词真的都是会背 但是到现在我在美国待了七年了 那个就A打头那些字里 我现在几乎能有30%还是不认识 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大家不会用那些特别特别难的词 就特别特别长的词 而更多的是用一些很小很小的词的短语 就比如说说两个人谈话 他不会跟你说 oh I want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 他就会说 do you have a minute to catch up 你有没有一分钟 我们俩就是说聊一聊 catch up就是追上你嘛 就我们俩聊一聊 再比如我之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老板就跟我说 啊有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能不能sign off一下 sign就是那个标志签字的意思 off就是一个 就是给弄掉的副词 其实我开始就没理解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其实就是approve的意思 所以他们不会说你能不能approve这个 就是批准这个 他们就是说can you sign off 就是你能不能批准这个 比如说下午你问同事说 我们要不要去一起grab a coffee 就一起去买杯咖啡 然后他开始跟你说I'm down I'm down是什么意思 说我下去了吗 不是他其实就是说好的意思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日常生活中用的小词吧 一开始你可能都不太习惯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发现 其实他们用的很多就三四个字的小词 拼在一起就那么用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种日常 或者工作交流的话 大家如果想多了解这方面 其实可以看看美剧 尤其是那种比较都市生活的美剧 我觉得是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当然很多朋友会看这个game of thrones 就是中文叫什么 权力的游戏 这个我个人如果你是为了学英语 我就不太推荐了 就比如说如果你哪个朋友想学中文 你可能也不太会让他去看甄嬛传 我之前最喜欢看的 很多年以前了 是那个绝望的主妇 就Desperate Housewives 我看了两三遍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英语提升还挺棒 其实说白了 在华尔街工作英语肯定不是最最重要 当然我们说的不是那种 像这种销售 每天要跟这个客户 那英语肯定是很重要 这没得说 就正常的这种工作交流沟通就是够的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要有那些专业的知识 就开头我虽然吐槽了一些 这个口音很重的 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 但其实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都是想当当的 就不管是比如说这些 他该懂的产品 他该懂的这些投资组合策略 该懂的市场的情况 包括该懂的模型 就包括我最开始说的 那个法国的MD等等等等 他的整个 你看他的那个材料 和他在上面讲的 就那就是一个66666 其实还是专业知识是最主要的 那这些呢 就是Lindy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跟华尔街对英语要求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小视频呢 也千万别忘了点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啦 Bye